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多花一点时间讨论 就是关于史珀茂最近提议建立 亚洲版北大西洋公园组织 亚洲版NATO的这样一个想法 并且他主张这些变革 是要嚇阻中国在亚洲动用军事力量 这个史珀茂提出的亚洲版北约 这个说法 我自己个人却是觉得值得认真研究 为什么 我的理由是说 曾经在1950年代 美国提出过一个 组织了一个叫东南亚条约组织 当时是一个冷战时期的反共的条约组织 但这个条约组织没有多少年就破裂了 不成功 当时不成功有三个理由 一个是因为参加的成员非常混杂 有各种各样的国家 从菲律宾到什么巴基斯坦 甚至伊拉克这样的英国 然后他们这些国家 有很多都不是民主国家 都是独裁专制国家 相互之间利益也都很分散 有互相是矛盾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时是主要的敌人 到底是中国还是苏联 有点搞不清楚 所以意见也不一致 但是这一次 我觉得如果像石破茂提出 建立一个东亚第一岛域链的北约 比方说从美国加拿大开始 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 新西兰 纽西兰 这些国家 现在第一他们都是民主国家 民主阵营站在 第二他们的共同敌人是中国的威胁 这个目标很明确 第三一个 相互之间这些国家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地理上 有很紧密的联络 并没有很明显的相互之间的冲突 除了日本跟韩国有一些所谓历史文化的冲突以外 在国家战略和安全利益上并没有冲突 因此 我觉得如果日本努力的推动 美国新政府无论是谁当选 能够接受这个主张的话 而且所有这些国家都跟美国是有双边 共同安全条约的 把这些跟美国有军事安全条约的联盟的国家 串在一起成立一个更大范围的军事同盟 不是没有可能 你觉得呢 我想施泡帽他能提出这个问题出来 就是要成立亚洲版的NATO 显得意见是有他的理想性在 刚刚您讲的是这个现实性 讲理想性 他为什么建构这个呢 因为他看到 他讲不是特别叫金的乌克兰 或许是明日的东亚 因为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所以他写了一件 兵都没有进去 只有后来才资源给他 所以看来他看到这个经验 他才把他的想法给告诉出来 因为我想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他是希望 就是跟整个一个亚洲把它联合起来 然后平成一个北约 像北约机制一样 有一个军事同盟的概念 但是北约的部分 当然也不能够来移植过来 因为北约他必须是陆地 而且他现在毕竟还有欧盟 这个支撑 而且他有共同的敌人 就是当时华沙工业组织苏联 虽然现在没有 但是这是乌俄战争 又把俄罗斯当成首要敌人 所以他们是同仇抵抗 但是对亚洲而言的话 在现实上就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本身尤其在东南亚 它是采取一个所谓的不干预的立场 跟印度是不结盟的立场 所以这东西他也不愿意去得罪中国 因为有地缘的关系 有经贸的关系都有 然后再加上中国 长期以来再透过一带路 在经营这一块 经营所谓的东南亚这一块 所以你说东协要跟来交易是比较困难 我觉得倒是可以比较务实的方式 如果说比较务实的方式 比较大整块 先从有再求好 再求多 就是他现在既有的跟美国有关系的一个军事同盟 像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先来做这一块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先来做这一块 包括台湾也可以拿进来 先做这块 我觉得这一块是比较容易 而且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是太过于天真 太过于浪漫 然后此外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建构的 因为台湾能够加入 那是最好不过的 只是我觉得在斯珀茂 它可能丢这个话题出来 它是之前选前所丢出来 选后 它可能我觉得 我预测它会再做调整 它可能还是会依照 原来的印太战略的架构 或者所谓的跨的架构 就是只是在美国 日本 澳洲 跟印度这一块 然后顶多再有阿克斯 美英澳这一块再把它升级 然后再加上把地道链弄起来 我觉得他在任内能做这个工作出来 我觉得就不容易了 因为毕竟这一块一定会得罪中国 那他如何去跟中国做一个 这是现实的 怎么去跟他对抗 刚刚这个 这个石板先生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此此刻这个石破茂 他因为他骨子里面 因为有田中角龙的 留着他的所谓的经验 他的功力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上面 还是会为所为伪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还是会 这个可能是虎头蛇尾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做 就是把既有的把他巩固下来 其实我觉得能巩固下来 就了不起了 对 他当选总裁以后的记者招待会 又再次提到了亚洲版北约 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不用考虑东南亚这些国家 或者印度的态度 我们没有想要他加入 但是我只要美国 加拿大 韩国 日本 菲律宾 澳洲 新西兰 这些都是跟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 已经有了跟美国的军事门约 只不过是跟美国是双边门约 是的 我把双边门约的这些国家 变成一个多边门约 然后台湾不能够正式加入 但是作为一个什么观察员 观察员加入就好了 台湾不需要正式成员成员 我觉得这个实际做操作上是有可能的 当然美国态度是最关键的 美国现在跟每个国家都是双边的 但是他愿不愿意花力气 把所有这些国家都拉在一起 说我们拉在一条线 因为这是真正的第一岛屿链的一条线 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落实 也得刚刚你讲也看美国 因为如果这是美国 是川普当选的 那可能川普都是以美国优先 都是要讲求双边的 不愿意多边的 那如果是贺琴力当选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 稍微你跟我讲 这个联合起来才比较有可能 也在看美国的选情 对 但是即使川普 我也认为有可能 因为说老实话 你刚才再三提到了这个块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会谈 这个是在川普时期 真正把它推动起来的 所以川普也不是只是双边 单打杜斗的 川普也是愿意推动盟友的 只不过是在什么场合而已 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并不是田房叶谈 是有实际操作可行性的 石板先生怎么看 我这么想 就是首先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呢 其实他是跟这个相对于 这个安倍晋三提出的印太战略构想 跟他对抗的一个东西 安倍其实他就是说 他安倍的印太战略构想 是相对于中国的亚太 就是亚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中国以及周边国家 那安倍强烈意识到 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 那日本就会变成中国的周边国家之一 那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 由中国主导 所以安倍呢 跳出来就把印度澳大利亚拉过来 然后让美国重返亚洲 这个整个的布局 其实是安倍推起来的 那么为了对抗他呢 石破茂就提出一个亚洲版北约 那亚洲版北约呢 这到底比如说印度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有多大重要呢 其实他言之不详啊 甚至他在记者会说 我们没有最早开始要排除中国嘛 那么中国拉近来 这个北约到底为什么 这北约就弄不清楚了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有人说石破茂 他这个可行性不大呢 第一呢 就是说首先 这个亚洲这些国家 包括韩国和东南亚各个国家 主要是他想的这成员啊 不但在安保上非常害怕中国 在经济上也强烈依靠中国 这些国家都是不敢投资中国的嘛 那日本振臂于乎 没人跟起没人国家跟起来嘛 但印度澳大利亚不一样嘛 印度澳大利亚是对中国 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抵抗心嘛 所以说到这两年都是反中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态度是非常坚决嘛 那么日本要把东南亚和韩国 这些国家拉过来的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 实际还没有成熟啊 另外一个 如果说这个亚洲北约主导权 一定是美国嘛 日本顶多是做一个老二的成这个角色嘛 那么石破茂跟美国在这方面 安倍是跟川普政权有非常绵密的接触之后 才把这个推出来的嘛 那美国已经完全同意了 就是甚至美国是按照安倍设计的图示 在一步往前走嘛 石破茂跟美国还没说好 但是美国就是谁上来还不一定了嘛 然后我并不认为美国现在 特别是川普上来的话 会不会答应这一条进来啊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是台湾问题嘛 这个石破茂这个亚洲版北约 其实对台湾问题根本没有谈到啊 那你把台湾排除再去 然后把中国拉进来的话 到底这个是为了对付中国 还是为了对付台湾的北约弄不清楚了嘛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 它并不是很现实啊 这理想是很丰满的 现实还是比较骨感的感觉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订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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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